大逼个65岁吴志雄全家赵!当年带100多个黑帮小弟齐拍戏,如今女儿居然长得这么美!不出道真浪费了! 香港的给黑帮电影相信都是很多观众喜欢看的,在众多的黑帮电影中,最为经典的莫过于当年的《古惑仔》系列了。 这部电影可以说影响了很多人,而郑一剑饰演的陈浩南,陈小春饰演的《山姬》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不过我们今天说的是另一位,在剧中饰演他们大哥的大逼哥吴志雄。 不坏人的模样,而他在影视剧中也是多数扮演反派的黑帮角色。 其实这些黑帮角色,吴志雄之所以能演绎的这么宾真到位,其实跟他的经历有很大关系,也可以说这些角色都是在本色出演。 吴志雄小的时候家境贫寒,在完成小二课后就投入到了社会上,后来认识了一些损友,便加入了黑社会,凭住自己够很能打,年仅15岁的他就当上了大哥,自己的地盘也是遍布铜锣湾和新界,在鼎盛时期小弟有数千之多。 1974年,吴志雄在朋友的推荐下加入了电视广播公司,成为了演艺圈的一名演员,不过此时的他依然还在黑社会。 1974年,因为吴志雄身手好而且又有很多兄弟,变入行做了龙虎武师,那个时候剧组也是经常遭到黑社会的骚扰,龙虎武师除了做武行拍戏还要负责跟黑社会谈判,而吴志雄在的剧组更是没人敢惹,毕竟也是大哥嘛。 80年代因为一起故意伤害罪入狱后,吴志雄新生退役,在好友男便的邀请下正式转战电影圈。 1987年出演《监狱风云》,饰演《盲狱风云》,饰演《盲狱风云》的演出可谓也是本色出演,因为本身就有坐牢的经历。 而导演林领东当时也坦言用吴志雄存在私心,因为他一来就会带一百多个小弟,拍戏的时候这些小弟去做群演,又省钱又真实。 1990年牛老等人策划了漫画《古惑仔》,吴志雄则成为了特别顾问,里面的很多情节都是他的真实经历,其中包括了山姬到台湾卖表的情节。 吴志雄在演《盲狱风云》,一共参演了一百多部电影,算是比较量产的一位演员,但是基本上都是配角。 荧幕中常常是黑社会大哥,但是在生活中却是一个好丈夫,好爸爸。 结婚二十年,育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,全是他的心肝宝贝,吴志雄说,我很爱我的太太,到哪儿我都要带住她,看来硬汉也有峡谷柔情的一面。 两个儿子也是非常保密,没有他们的照片,女儿长得漂亮,颜值也是随了母亲,据说女儿二零一零年已经结婚了,嫁给了一名富商。 不过吴志雄近些年影视剧也是不多,为了养家也是经常到内地来走学,2015年的时候在内地演出时遇到袭击。 当时正在演出的他被人骚扰,吴志雄愤然扔掉麦克风大声说,我是来演出的,兄弟,不是来陪酒的。 随后吴志雄也是报案,当他现身派出所时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喝醉,不是喝醉就可以打人是吧? 那个先生冲过来打我一拳,后来吴志雄也是强调自己没有受伤,我也会被人打到。 怎么可能呀?我剪步如飞,大泰拳几十年,打到我真的就不错了,他什么度打不到,如果真的靠近我,被我打死了。 后来当事人的老婆也给吴志雄道歉了,吴志雄也迟原谅了他,并称自己没有心情不好, 回香港约人喝茶。